古色古巷的紅磚牆 門口貼著手寫春蓮 這座飽含歷史痕跡的美麗建築 其實就座落在台北達安區 也是台北市的市定古蹟 翠綠的草木點綴 把典型的台灣傳統宅地 映襯得更加美麗 這座紅磚三合院 全名叫做隆安坡蝗宅連讓居 是1987年完工的閩南市古厝 故事成一度 遭到徵收 1999年經過學者研究 才正式被定名連讓居 對學人家拆掉後面鋪牆 這紅磚牆是不是 這紅磚牆 對 我覺得還可以 這個就是能源 好玩的 那你再說到紅磚牆 不然就適當是紅磚牆 台北市場柯文哲特別尋訪的 連讓居不僅會在市區 還是唯一一座寶 存在校園內的古蹟 龍門國中見校時 還特別針對古蹟規劃設計 就是要讓校舍能和連讓居 相互搭配的更美麗 做西北橋東南的連讓居 有著典型的安息措行 還有海灘花紋實窗 屋內可以見到傳統的木招家具 隱身在龍門中學校區內 歷經歲月的連讓居 留下最珍貴的文化保障 也成為隱身大都市裡的秘密角落 全自然間之間的 旅行 見窟 散啞 旅程 散歐 感谢观看